中复香港人人有战 反惡法抗议以多伦多规模最大 有超过2000人参加 从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游行到中共领事馆前 游行民众来自社会各阶层 有长者也有带着孩子们的家庭 还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在校大学生 目前加拿大三大政党都表达了 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关注 加拿大和英国已经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逃犯条例的修订 将影响香港的国际生育和商业信心 嫌犯引渡必须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并充分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记者站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